哈喽大家好,我是羊驼 今天咱接着讲冰河世纪的南美片 在今天,有一条蜿蜒狭窄的路桥将南北美洲连接在一起 这便是与晚上形式形成的巴拿马地侠 从恐龙时代后期开始 南美洲在大部分世界里都是块与世隔绝的大谷 并独自演化出了许多独特的动物类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里是少数主类战绩绝对优势的大谷 以西北俄为首的恶劣和亥鸟克 才是这片大谷的主人 已然一副尸过的终成代世界景象 而以戴剑虎为代表的一众有带类食物动物 却长期处于掠食 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南美洲较慢的物种演化速度 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因素 更新式的南美兽族内部也很复杂 由恐龙时代就以迁徙之词的南美有带总墓 翼关节总墓和稍满一些的南铁类 还有之后从飞柔横跨大西洋飘扬而来的 阔鼻口类和豚鼠小木 它们一同构成了独特的南美哺乳动物 如今一望无际密不透风的亚马逊一林 在当时要稀疏的多 绝大部分地区是森林草原交错坟墓 只有极少数地区存在冰川 南铁类的祖先可能是在马骑机缘巧合下 从北美过来的 既然是在封闭环境下演化 那抄袭肯定是少不了的 有抄袭马的 抄袭大象的 抄袭犀牛的 竟然还有抄袭我的 生物圈的事那怎么能叫抄袭呢 驱同演化啊 驱同演化 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后宫兽 呃 后宫兽和剑齿兽 除了生存年代较晚之外 还离不开伟人的影响力 他们俩的化石都是由大名鼎鼎的达尔文发现的 而命名者则是李查德·欧文 这谁呀 咋没听说过呢 哎 恐公一词就是出自他之手 这才是真正的Dinosaur King 在很多的老复原图中 后宫兽是个长笔字的匹诺槽 BBC的与古兽同行也是沿用了这一经典形象 可是新的研究表明 其鼻骨结构不足以支持这样一条长笔字的存在 相反 鼻部软组织构造可能十分简单 而且后宫兽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粗壮的动物 其中在一吨左右 并不像机骨片中那般苗条 而又一种剑齿兽的外形 像几个没有脚的犀牛 最奇特的一个地方是牙齿没有齿根 可以终生生长 凭借这样一副好牙口 无论是柔嫩多枝的低矮灌木 还是粗糙的硬草 统统无在话下 古迅曾经没有说过 有草的地方就有马 南美马就是一种从北美牵牵来的马 其学名本意是小马 体牵都没有鱼大 南美马具有较短的四肢 和一个与其他马克相比异常肥大的鼻子 这些特征像几个G位 化石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南部 这一代在当时远比今天寒冷干燥 上述特征则有了于适应高寒草场 既然提到南美洲的高寒草原 我就想到在山的那边 海德那边又有一群草 你 羊驼啊 经常有人问我 羊驼到底是羊还是垃圾呢 你为什么是黑毛的呢 因为我是黑头发啊 实际上羊驼和垃圾同属于垃圾壳 尽管如今羊驼是南美洲的标准营物种 但按资历来说 完全就是标准的外来货 那身为垃圾家族一员的它 又来自何方呢 肯定不来自沙漠 而是北美 实际上 北美是垃圾壳及其相关近亲的起源地 而彼时的北美 生存着好几种巨型的垃圾 它们就宛如北美洲的长颈鹿一般 在原野上昂首阔步 不过就在更新时末 整个垃圾壳走向衰亡 当尼陀灭绝之后 作为起源地的北美 被再无垃圾 如今只剩下千居南美的两鼠羊驼 和远顿欧亚的单风驼和双风驼 哪里有食草动物 食肉动物就趋之若鹜 而对现在南美影响最大的食肉动物 还是距今200万年前 从北美南下的那批 今天我们熟知的很多南美哺乳动物 其实都是最后这批移民的后代 从北美南下的猫犬熊 占就了原本空缺的省台北 先说剑翅虎牙壳 上期提到的巨翅虎和任翅虎家族 都先后立足南美 委内瑞拉巨翅虎 是唯一分布于南美的巨翅虎 至此 巨翅虎家族终于建立起 一个横跨五大洲的庞大帝国 不过 委内瑞拉巨翅虎 仅仅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 化石更是少的可怜 体型也很小 而任翅虎家族在南美 那真是开个挂了 建议先把毁灭搭在公屏上 任翅虎术虎虽然是最晚出现的 剑翅虎牙壳 其适应力和生命力皆卒而不寻 在大约一百万年前的南美 一位千古帝王横空出世 这便是剑翅猎杀柳的巅峰 名字也是最中二的 毁灭任翅虎 不同于起家时 只有每周暴大小的纤细任翅虎 以及有现代极大个体 狮虎体型的致命任翅虎 毁灭能频繁猎杀蹲击猎武 战绩惊人 毁灭任翅虎发迹于南美 有着傲人的体格 其体重即便保守估计 也有350千克以上 而其中的大个体 更是可以超过400千克 这使毁灭任翅虎 由资格和无宗实类 及晚中心式的巨半剑翅虎 竞争史上最大猫壳动用的头衔 在身体结构方面 毁灭任翅虎和任何一种 现代猫壳都大相径庭 身体的每一个链件 都是为狩猎大型猎武而精心打造的 为了控制住挣扎的猎武 毁灭将弓骨演化的更长 更粗壮 巨大的肩胛骨上面 附折着大量肌肉 使得前肢能迅速迸发出 强大的抓挖力 再搭配前掌拇指上的巨大脚爪 可以产生很强的横向作用力 不过和发达的前肢相比 后肢就显得有些短小 而且腰身也有明显的缩短 最出息的地方 当手那条与结实魁股的身材相比 极不协调的小尾巴 你说这是猫 五官还有那么点意思 但这前肢 这尾巴 分明就是熊和猎狗的缝合怪啊 头重脚轻的倒三角身材 能在近距离搏杀的过程中 保持身体平衡 同时在实时跳跃捕杀时 能像弹簧一样 爆发出惊人的弹跳力 控制住猎物之后 自然就要轮到口中这对大宝剑 大宝剑 落两把了 任吃护鼠相对窄长的头骨 使得其咬合力 相比今天的猫和动物要弱不少 不过长而发达的颈部 却弥补了这一缺陷 他们会瞄准猎物的颈部 然后高高抬起头 再猛的像匕首般 划割出致命一刀 直接切断其气管和颈动脉 去掉追逐过程完成狩猎 不过区区数秒 整个过程尽显文准狠 而反过来现代大矛 则需要通过压迫气管 使猎物缓慢窒息 猎物的惨叫声 也有可能会引来其他掠视者 作为一台高效的杀骨机器 毁灭人之后 能够捕猎多种体重过吨的大行动物 因此BBC的与古兽同行里面 大地板一掌三死毁灭人之虎 并夺取其六的情节 嗯 懂得都懂 而且前几年的一篇论文已经证明 在现实中 包括大地板在内的各种地板 是毁灭的主食 有道是自古猫狗两不利 在北美 孔狼和知名人之虎 这对冤家争斗震撼 这两棵之间的竞争 也同样发生在南美 如今南美的犬科 几乎是全员战物诈 就一个奶兄奶兄的首犬 还算实力不俗 可他的近期 却是犬科之耻 宗狼 元首犬就介于 首犬和宗狼之间 他和兽幼犬 是当时南美屈指科属的 略实性犬科 体型上大致与非洲野犬相当 能组团补利一些较大型的猎物 不过 在毁灭强盛的地区 元首犬就成了盖王 专业蹭犯 毕竟以他那个体型 怎么可能频繁捕食大地板呢 说到大地板 就不得不提到一代科学泰道 这就是居维叶 堪称是古双学的祖师爷 1796年 一批来自南美的巨型化石 辗转来到巴黎 当时一众学者对其束手无策 而年仅27岁的居维叶 却展示出过人的天赋 经过比较解剖学研究 居维叶发现 其头骨牙齿和树感破为相似 并复原了他的模样 将其命名为美洲大地板 大地板也成为了居维叶的 命名处女座 也正是他自此开创的 比较解剖学 成为后来古双学的基础 最重近5吨的大地板 堪称是南美洲 有史以来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 站立起来有4米多高 前爪长达40厘米 有力的后足和尾巴 形成三脚架结构支撑身体 宛如攻城塔般 傲然挺立 而且为了不磨损前只爪子 它们像如今的大猩猩一样 用指节着地 而后只则是把脚侧过来走 给地上留下形似问号的脚印 除大地板外 巨爪地板 也就是冰河世纪的西德 则是整个翼关节走墓中 唯一涉及北极圈的种类 它们没有选择侧着脚 而是用整个脚掌走过 以便支撑体重 顺便提一下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 也是个古双爱好者 他就为当时新发现的巨爪地板 发表了美国第一篇古双学文文 只不过将其描述成一种狮子 可见科技强国的起步 也不是一出而就 而以巨爪为代表的多种地板 也是作为土著的翼关节走墓中 少有了成功北伐的成员 蓝族也算是整个翼关节走墓的 多样性担当 早个几百万年 还有下海的 这还真成了水猴子了 建议发给亮哥品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七才是蓝族演化的主流方向 今日七须热带雨林 挂在树上的二指树杆和三指树杆 反而是异类 成功北伐的翼关节走墓 除了上述皮毛墓外 还有一批叠甲的 油甲墓 堪称是哺乳缸中的叠甲专甲 这个墓可以简单理解为 五花八门的囚鱼 不过别把它们和穿山甲盘起去 其中的叠甲兽 简直就是长尾巴 油耳刀的大乌龟 不过 两者的铠甲有着不同的起源 乌龟的甲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肋骨 而有甲墓的甲 是角质化的皮肤 这皮肤 却几乎占到了 它们体重的五分之一 所谓叠甲 就要挨最毒的打 不能缩头的叠甲兽 还真就被纤细人之鼠抱头过 此状极惨 如果说雕尸兽 算是哺乳动物中的乌龟 而另一位星尾兽 则是精神甲骨 挨打为主 反击为辅 和甲骨一样 尾锤更多是恐吓作用 或者同类之间比划比划 自然也不可能一击八十 但凡人之虎 即使强如毁灭人之虎 也不能完全代表 冰河骨兽的牌面 上期说到的巨型短面熊 在熊壳中 已经是名列前茅了 不过 最强熊壳 当属生存在南美的细齿巨熊 同属眼睛神亚科 细齿巨熊拥有惊人的体型 极限近1.8吨的体重 战力时的身高近4米 尽管硬件有所不及 但这样的体型 已经媲美最强大的 陆生肉食不如动物 中心式的万岁爷 细齿的化石 很早就被维文描述了 可知名度却不及 北美的短面熊 直到近几年才受到关注 这与它的化石稀少 且大多破碎脱不了关系 当然还要看出生地 没有谁比它们更懂古神 通过对其四肢骨骼的研究 细齿巨熊可能不擅长主动捕裂 抢食占比不低 也能和其他熊客一样 吃素狗血过日子 也许正是来自细齿的竞争压力 让早期的毁灭疯狂增重 以至超过了北美的致命阵士库 不过 区区20万年的一时余量未免太短 约80万年前 细齿巨熊就莫名其妙的 被黑人猜过了 这时毁灭才发现 自己的军备竞赛停止后 当地旧霸主南美的骇鸟 早已只能瑟瑟发抖 孔赫克即骇鸟家族 是教科目这个恐龙王朝 摸易的牌面与骄傲 现存的洪水教科 则属于教科目的另一个教科科 他们曾祖祖被被伤回于南美 与西贝勒给共损并苟过了他们 直到巴拿马地下带来的战争 终结了安宁 在北美入侵者的强势攻势下 南美的土著 包括许多后世类步入动 很快就溃不成军 骇鸟自身存在的鲜贴劣势 让它们在与南下真兽的竞争中 越发力不从心 随着南美最后的大型骇鸟 长腿恐吓的魅诀 骇鸟的大尾影彻底温献 当此生死存亡之球 太惨巨鸟 这个唯一在北美洲发现的恐吓科成员 尽管150千克的体型 在骇鸟家族中只算中等 还是义无反顾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匕首般的后肢 利爪尚在 前肢失去攻击力又何妨 没有捆弱的强壮尾巴保持平衡 伟增骨献这个大型化又何妨 牙齿这个有何一位出现以来 无往不利的大杀器没了 我高王的巨大头铺 与锋利的角质汇 有可一击杀敌 直到更新时末的新鲜的木事件 无差别消灭了几乎所有大型动物 南北美洲物种以鼠科为单位灭绝 大量空缺的生态味没有得到补充 昔日的巨兽帝国 近日的巨兽荒漠 曾经的三流月事者 却翻身挡起了大哥 可谓实无英雄使数子成名 这场龙兽争霸 虽已同归一尽高中 只是其中一方的后备料 完全碾压了一方 这才奠定胜局 姚毅当年一个鼎盛的帝国轰然破碎 劫后余生中 却有一个古老家族在南美图谋再起 并最终亲身见证天命的更替归回 曾为飞行而特化的结构 让他们再无终生的先辈们 豪夺天下的屏障 只能使出浑身解数改造自身来补救 成为恐龙最后的大地猎手 后来地狭断海 雾桥绝阳 天欠自死通荡 他们又血战来犯之地 北伐彼岸之地 比旧大陆的龙祖坚持得更久更顽强 奈何教贺母如今 却只剩下了一些人为言轻的遗老 穷穷竭力无限过目 被肉使者轻灭 被草使者遗忘 仿佛这个家族从未出过霸主 几千年的奋发与坚守守护着主龙为仅存的硕果 却忠不免江山易主 也许那是个大雪纷飞的黄昏吧 当最后一只鸭鸟于悲鸣中倒下时 铭烈的寒风会奏起凄美的绝唱 随后被风霜带走的 亦不只是尸体的余温 更是那些亿万年前便以长眠于地下的旧网们 最后的不屈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想了解更多其他古生物相关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杨鸟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